字幕提供 完全接觸,我是趙德惠 這次的嘉賓請來市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和現場客戶解答一下投資問題 郭Sir你好 我們今日接通了美孚的分行 分行同時有Elly Elly你好 Elly你好 Elly看回今天 今天全天的焦點都聚焦在美國總統大選 恆之是曾經下錯900點 現在跌幅收窄到575點 但市成交額都是非常高的 有904億 現場的投資氣氛是怎樣 現場的投資氣氛 大家情緒都很高漲 因為美國大選其實兩邊都有支持者 市場那麼波動 大家都不太敢入市 接下來都準備了一些問題 想問一下郭Sir 看看怎樣部署 好 麻煩你 第一位的現場客戶是 第一位是張先生 稍等一會 好 張先生你好 你好 郭Sir 你好 請來郭Sir 港股鐵這麼多 可不可以沉底入貨 我想買騰訊700 和3008 和66 港鐵 有沒有貨在手 沒有貨在手 我想沉底入貨 是否到了時機 OK 我現在可以回答你 今天最低是21957 其實那時候是恐慌性炮售 在午飯之前 似乎形態也有少少拉鋸 但到最後 午後1時開始 差不多已經定局了 再有一陣子反覆 但恒指已經再沒有跌穿 你自己怎樣處理 我舉個例子 譬如騰訊 你想真的有心做一個部署 今天最低是199.5 那一刻 買與不買是很難決定 但當它慢慢回到200 201的時間 如果真的要買 你可以先買100股 慢慢來買 我不知道你要買多少股 但分階段慢慢買 其實第一可以控制風險 第二就算股價明天再反覆 也不要緊 反正你有分駐買 你一定能拉到一個平均價 如果你說沒有這個做法 看下又升2元 看下又升3元 結果一個 所謂的趁低級納 是想 但做不到 也沒有機會做 甚至乎 上完之後是不會做 到最後你是 一個中線的部署 到底是否真的有這個心態 純粹因為跌了那麼多 買些來博壓反彈 老實說 你就不要問那麼多 要買的 在最低的一刻 或者是全世界都看淡 那一刻就買下去 你過後 由199.5到現在 203元已經升4元的騰訊 你博反彈也是博這4元 明天多升4元 還是跌2元 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所以似乎來說 中線的部署 在現在這一刻 比短炒更容易做 因為 往後當然知道 199.5是最低 但過一刻是不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反彈反彈 其實 直至到股價 升到底部1元或2元 上回2801了 好像差不多了 好 買些來博一下 很多人在過一分鐘才買的 到底這件事件 的衝擊 是否暫時過了一段落 都很難說 老實說 或者在未來一段時期 大市會持續整固反覆 直至到 可能月底 深廣通 再看看到其時 環境氣候是怎樣才知道 我就覺得 你要作中線部署 分階段就最好 你要定到 我要最便宜才買 你何時知道最便宜 你現在就知道190.5元的廣交所最便宜 買到嗎 是買不到的 那個騰訊 至於廣交所最低 198元 現在都上回200.46元 那就是說 你做一些短線的部署 一錯失低位買 很多時候就下不了手 與其是這樣 就分階段作中線的部署 兩隻股份都是一百股一手 就先買一百先 沒有相關 輸贏也不會太大 是不是 好 謝謝郭Sir長進的分析 張先生麻煩你把電話交給Elly 先 Elly你好 第二位的現場客戶是 第二位就是黃先生的 感受大陣 好 黃先生你好 你好 想問有甚麼投資問題 今天港股跌了那麼多 會不會再跌到21,800 好 看看恆生指數 現在是22,326點 跌了583點 黃先生想問一下 港股今天的調整幅度 是否已經足夠了 是否會再跌呢 會不會跌穿21,800點呢 很難說 我答不了 我真的答不了 今天跌這幾百點 其實來說 有一點是意料之外 因為市場普遍都認為 希拉里的勝算率比較高 誰不知 由頭到尾都好像 特朗普贏了 至於美股今晚會怎樣呢 明天或市場 在一段時期之內 資金的流動是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這一刻只是 急跌之後 一個反彈或後抽 抽完怎樣 都是你眼無我眼 會不會回市21,800點呢 其實來說 不敢說 完全沒有機會 因為現在這分金行政指數 已經跌了一條十天線 跟今早不同 今早是開市的時候 是站在十天線樓上的 形態有利於挑戰 今個月的高位 甚至乎是五十天線 但現在距離今個月的高位 和五十天線 差不多有七八幾八八點 所以 是兩看而已 似乎來說 今個月直到這一刻 先高後低的形態 好像漸漸抹闊了 如果你說 要21,800點才買 即是要等一等 未來今兩天 看大市會不會再進一步反覆 也說回剛才那句 指數要跌多少 是視乎很多很多因素 但有一件事 是看到市場現在的入市 信心和心態 是有少少不明的 想買的人 只不過是見過前兩天 都仍然是二萬三萬 或者更高 現在覺得一些東西便宜了 貪便宜買些 不要緊的 但最好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因為這幾天 直至今天上午某時段 你是最低的附近買下去 你才有少少的短炒空間 絕大部分時間 即使你炒得到的話 幅度也不會太大 謝謝郭Sir 麻煩王先生把電話交給Elly Elly 你好 你好 還有另一位客戶想問問題 最後一位客戶是陳太 她走開了 由我幫她代問 她想問新鴻基地產16號 她留意到跌了這麼多 她想入貨 想看看郭Sir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看看新鴻基地產16號 現價是103.8 都是偏遠的 下跌超過2% 根本創了一個月的新低 去到102.4 陳太太想問郭Sir 跌這麼多 是否能夠趁低入貨 我覺得不是 因為現在政府的政策 是第二套房的構置 是需要給WM815% 是劃一 就是說 錢本來要買樓來投資 以往就不用給那麼多 現在要給15%的稅 大家會卻步 作為地產發展商 樓建了之後 誰有錢就賣給誰 這個不用說 但現在不同 拿著錢的 很多錢想跟你買 你也未必那麼容易賣得到給他 因為要買那個要給15%稅 老實說 15%稅差不多等於 未來收五年租是白收的 有風險的 樓價不會跌的 所以對地產發展股來說 這是一個緊箍咒 即使技術上反彈 我想你博其他板塊好些 不過如果新地 以103.8 相對一個月的高 118元跌了很多 但也要看回 就是因為大家對 南籌地產股 未來的看法是比較保守 才有這麼便宜 無論如何 中線部署 我都認為是分階段買 否則一千股一手 買一千股要10萬元 不是細數 如果大市向好的 也未必能升得到 這個老實說 因為政府的辣椒政策 不是今天出來下個禮拜取消 是一直放下去 所以我對地產股 南籌地產股的看法 我是比較保守 有得選擇的 寧願選擇其他板塊好過 謝謝郭Sir 再想問回 如果真的想入貨的話 可以在甚麼間位進入呢 其實現在接近一個月的低位 103.4是很接近的 今天最低的102.4 即是整個逐沉底的形態 是相對明顯的 跟騰訊和廣交所不同 他們是一百股一手 我最多叫你一百一百分開買 但它是一千股一手 如果你拿著二十萬元元 分鑄買 你怎樣分鑄 買完一鑄已經差不多沒有錢買第二鑄 所以如果你真的 心如南籌地產股 政府做一個比較中長線的投資 買新地其實也錯不到去哪 因為土儲是很足夠 但問題現在不是炒這件事 是政府的政策一下來之後 日後發展商售樓的情況 到底可不可以維持 早前這樣暢旺 這個才是問題 我看是怎樣受影響 所以我都認為建議暫時等等先 不作任何推介和建議 謝謝郭Sir長壯的分析 Elly也麻煩你了 暫時和你談到這裡 再和大家跟進大市的情況 恆新指數最新是下跌544點 到22362點 和郭Sir先做申報 剛才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待會見